实在抱歉 因为我们的疏忽误诊了您的病 什么 实在不好意思 我们会对此做出补偿 您得的不是胃癌 就是普通的肠胃病 我 等等 瑞泽 瑞泽 你听到了吗 我不会死了 都是误会 你 你你你 你知不知道 自从我知道我快要死了 每天都怎么度过了吗 实在抱歉 瑞泽 你怎么不说话啊 我不是会癌 等一下 介绍一下 我叫陆千涵 那个大喊大叫的就是我 旁边那个一点表情也没有 十分淡定的 就是我的男朋友 齐瑞泽 一周前 我被误诊成胃癌 恐怕您的时间 不度了 当时我的男朋友 只回答了一句 是不是很气人 但他平时也这样 是个稀奇冷静的人 冷静到让人忍不住想打他的那种 什么 你问我 那为什么还要让他当男朋友 那当然是 齐总 这是修改后的资料 您看看 没问题了 多数处理吧 齐总 过几天和皮特先生的品牌合作 需要您亲自去一趟 知道了 咱们齐总 可真是精英中的精英 桃花眼微笑纯 眼角的一滴泪质 背上他冷静的脸 哪个女生不沦陷啊 简直太帅了吧 二十五人副本工作室出品 鲸鱼做的咸鱼会更好吃吗 猿猿猿 现代言情全一起广播剧 当你的高龄之欢男友 被你提分手整破防 欢迎您的收听 齐总哭了 真好看 没哭 还以为你一直都像个石头一样了 姐姐这才刚准备欺负你 你就哭了 收拾一下出来吃饭吧 知道了 对了 过几天我要出国一趟 楼下安保很严 你一个人在家里也不用害怕 你去几天啊 一周多吧 哦 对了 今晚我闺女办party 你这次再不去 我可没办法交代了 知道了 记得热情有好点 好冷漠 进 季总 在忙吗 不忙 什么事 材料都准备好了 辛苦了 那几个专家安排好了吗 放心吧 都照顾得很好 今天就回国了 钱也打过去了 那就好 我说啊 你费了这么大劲 都用这么多的人 还花大价钱投资实验室 陆千涵他知道吗 不知道 你告诉他呀 他一定感动死了 我跟你说 然后呢 只要他没事就行 用不着知道这些 嗯 不过也挺搞笑的 做了这么多的实验 后来发现 是那个佣医检查错了 我要治那个医生啊 我得尴尬死 喂 宝儿 干嘛呢 工作 你急点下班啊 我想去买衣服 晚上好去参加聚会 还有两个小时 好啊 那到时候你来接我 知道了 谁啊 贱寒 我说你跟你女朋友 说话也这么冷漠啊 拜托 女人都希望 男朋友热情一点 你这样子 哪天人家喘了你啊 你都不知道 怎么回事呢 我 冷漠吗 你听听你那语气 知道了 还有两个小时 不知道呢 还以为你在工作呢 嗯 他不会的 那可不一定啊 好了 你再去和谁编材料 不要出错 知道了 以私不苟啊 齐总 忙去了 他真的 会不爱我了吗 我们去这家看看呗 嗯 先生小姐好 有什么我可以帮您的吗 哦 我们自己看看 女士您眼光真好 这些都是我们新上市的 材料很舒适 款式也很新 绝对符合您的气质 是吗 新款式 这个款式的样子 我在零七年的杂志上就看过 你确定是最新的 啊 这 还有面料 这面料据我了解 穿不了多久就会气球吧 我我们先去别处看看 你干嘛啊 怎么了 你能不能不要这样啊 我说的是事实啊 我知道你平时工作很严谨 但是在生活中你要变通一点嘛 你 你这样让我很为难啊 每次都这样 你是风光了 留下我左右为难 对不起 算了 一会儿你说着点 可以委婉一点 帮我拿包 这件不错啊 我去试试 你等我 好 你觉得这件怎么样啊 我该怎么说呢 就 发自内心的说呗 你让我委婉点的 弟弟挺可爱啊 让你委婉点 你连话都不会说了 你适合 蓝色露肩的衣服 是吗 那我再试一件 其实 你穿哪件都好看的 都怪我 没有什么主件 本来只打算买一件衣服的 结果 那几件衣服都很适合 而且 你也喜欢 这样是别的男人 估计早都想好 怎么劝女朋友放弃了吧 你还挺不一样的 你想要的 我都会给你的 走吧 倩还来了 好久不见啊 今天舍得把这么好看的男朋友带出来了 你好 你好 他就这样 走吧 莱恩也在那边 好 千安 千安 这么久没见 又变漂亮了 莱恩大歌手 真不错啊 我在手机上总刷到你视频呢 就是一个助唱歌手 这就是你那个神秘男朋友吧 嗯 齐瑞泽 这位是莱恩 我大学好朋友 你好你好 快坐吧 真好啊 怎么了 我说你和你男朋友 真好 我俩还好吧 对了 小天呢 嗯 那个 瑞泽 我们去那边吧 哦 好 怎么了 我们分手了 他很抱着我 啊 你们 不是挺好的吗 好什么好 都是表现 后来 他就总对我很冷漠 每次还得靠我主动 我好多次都安慰自己 没什么 可是知道他提分手 我才知道 我一直在骗自己 他的冷漠 根本就是想冷暴力我 还让我分手 是这样吗 千安 我 瑞泽 他也很冷漠 你说会不会 你可得注意了 有时候男人的冷漠 是分人的 你可别强迫自己 如果累 或者不喜欢了 早点分开 对谁都好 是吗 我就这么一说 我觉得 齐瑞泽看着还行 你多观察观察 别那么脚下定论 嗯 我知道了 你呀 别那么气了 不知道 今天不想那个渣男 嗯 干杯 你和千安在一起多久了 一年两个月 哟 记这么清楚 怎么 别那么警惕嘛 我和千安大学关系特别好 他这人很有眼光 我还是很相信你的 嗯 对了 你是干什么的 个人创业 啊 我是一个业余歌手 高贤他是三六作家 我们里面 就最属千安最有出现 工作稳定 还年年都有奖金 他很努力 你平时也这样吗 我记得千安说 他喜欢热情的男人呢 没想到你这么高了 还要什么呢 我可是听到千安的名字了 你们说我家千安会坏咯 千安姐姐 你快看高贤 又凶我 我保护你 你 过分 过来 你干嘛 我们还有事 先走一步 十分抱歉 啊 千安 别喊了 这见男朋友不高兴了 你真是一个奇怪的人 你干嘛 不喜欢那个地方 我们走 那都是我的朋友 你说走就走 你 你总这样 自作主张 不考虑我的感受 我 你要是实在不愿意来 可以跟我说 不要来了又摆这张臭脸 那些都是我的朋友 你连说都不说 就拉着我离开 你让我怎么跟他们解释 齐瑞泽 我真是受够了 齐涵 你对我冷漠也就算了 姐姐我努力努力 让你不那么无聊 可你总这样 我也累你知道吗 你懒得大力我就直说 别这么冷酱 你先回吧 我得回去 我 这都凉点了 还没结束吗 没血了 怎么没身了 我不在 你就喝这么多 说我冷漠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还不知道吗 好好休息吧 脸色不太好啊 怎么了 千涵知道你做的事 然后太爱你 晚上更热情了 废话真多 那就是吵架了啊 什么情况啊 没事 是是是 齐总 对不起 是我多事了 我问你啊 我就知道你忍不住 问吧 怎么样 才能不冷漠呢 千涵说你太冷漠了 嗯 说我不关心他 这怎么说呢 女人嘛 多少是希望男人 能够主动关心自己啊 而且能热情一点 可是 当初是他跟我说 他想当工的那个 打住打住 你们之间那些小癖好 我可不想多听啊 他说是这么说 但是你也不能太过分的冷静吧 这起码 有点情绪变化呀 哦 你看你看 你就得注意一下这些口头禅 就一个 哦 那我怎么说 这样 我给你示范一下啊 你跟我说一遍刚才的话 你有点情绪变化 知道了 你还是好好想想合同怎么谈吧 你想想我说的话吧 瑞泽 我们玩那个吧 可以 我们公司一个小姑娘失恋了 看着可真可怜 不过 男朋友给了她补偿费 最起码她是获利的那一份 瑞泽 助长 我还能活着 齐瑞泽 你总这么冷静 平时一点情绪也没有 像机器人一样 我还怎么爱你啊 靠 真是的 去台生里一句话也不跟我说 救你忙 救你冷静 好啊 那就趁这机会 分手吧 齐瑞泽 我们 结束吧 可能 真的是他不爱我了吧 齐瑞泽 给我订最快的航班 求你了 别走 我靠 小偷 不是说这里暗宝很严的吗 陆秦涵 别怕 去暗锦灵 不要过来啊 我抱歉了 秦涵 齐瑞泽 怎么是你 我在下面找你的东西 都没了 我以为 你走了 确实收拾好了 那我现在走 不行 不要离开我 可是你都不喜欢我 我为什么不能离开呢 谁说的我不喜欢你 你那个不相信我的作家闺蜜 还是那个和你关系很好 随随便便就可以叫你姐姐的歌手 原来你这么在意啊 那你之前 怎么走那么平淡 我 怎么不继续说了 不说话 我走了 不行 解释吧 我不擅长表达情绪 可是我被确诊胃癌那天 你就一句 换谁都会很难过的吧 我 我找了各种专家 投资了实验室 所以 你早就知道 是那个医生误诊了 我想告诉你的 但那天去医院 没想到医生先说了 对 对不起 我错了 是我一直那么冷漠 我会改的 你 你别离开我 我没有办法失去你 我 我真的喜欢你 愿意为你做任何事 绝对 绝对会比任何人优秀 说起来 我好像是第一次 看到你情绪这么外放啊 再为我哭一次吧 这次 在床上 我会改的 为啥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